东方航天港2023仙境海岸 海洋马拉松开跑在即 在海洋的珠吾镇 成片的樱桃也熟了 为已经到达海洋的跑友们 带去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那么现在呢 当地正在举办樱桃节 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 我们现在是在第二届 海洋珠吾镇樱桃采摘节的 开幕式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 村民们在舞台上 在歌在舞 在欢庆樱桃丰收的同时 也欢迎广大游客 前来樱桃镇采摘樱桃观光游览 那我们也了解到 在本次活动期间 那除了采摘樱桃 还有樱桃树认领 网红打卡地 产品展销 以及飞翼文化展示等活动 还等什么 赶快来吧 现在我们看到 在上山采摘樱桃的道路两旁 已经挤满了车辆 还有其他的车辆 在源源不断的涌入 其实今天从一大早开始 很多市民就已经带着亲朋好友 借着这一次周末 以及海洋马拉松的契机 从全省各地 甚至是从全国各地赶来 来采摘樱桃 那咱们也去尝尝樱桃的味道吧 是专门为了这个樱桃采摘樱桃的 对对对 就是专门为这个小樱桃来的 对对对 口感怎么样 我觉得 很好吃我觉得 比我们蓝阳的大要甜 我们猪吴镇种植樱桃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 其中我们全镇有1.5万亩樱桃 大樱桃1.2万亩 小樱桃3000多亩 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九龄框和丁家框盛产的樱桃 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前来采摘 今年我们举办樱桃节 也是借助海洋举办国际马拉松这次机会 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采摘游玩 也是希望能够将我们的樱桃推向全国 推向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品尝到真正的海洋风味 拜拜 拜拜 interestingly